我們今天來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說在單身的情況之下 你會怎麼樣可以增加自己的桃花緣分 增加自己的桃花緣分 或者是說你現在有一個心愛的人 要怎麼樣去跟他告白會比較順利 可以告白成功 不會讓他覺得你只是在靠北成功而已 我們今天來教一個這樣子 在抖數牌上面一個小小的技巧 首先 如果說你今年流年的夫妻宮 今天流年在這邊 2019年流年在這邊 流年夫妻宮在這裡 這是流年夫妻宮 流年夫妻宮在這邊 那如果說你今年呢 在這個位置上面 或者是你自己的命功上面 有紅蘿 有紅蘿 有天璽 有紅蘿 原則上呢 今年應該會有 有機會可以交往的對象會出現 那如果是 單純這個流年的夫妻宮 有畫路 有畫科 有畫權 可能也會有機會 可能也會有機會 那 在有機會的情況之下 有機會的情況之下呢 你就可以試著 讓今年自己的魅力比較增加 然後可以吸引更多的桃花進來 可以讓自己有比較多的選擇機會 那怎麼樣可以做這樣的事情呢 怎麼可以做這樣的事情呢 你自己的命盤上面啊 本命盤的夫妻宮那個位子 本命盤的夫妻宮那個位子 那 譬如說 你本命盤的夫妻宮呢 是在這個位子 我沒有居宮在這個位子 然後 每一個 我們每一個公位是會有個天桿 每一個公會有個天桿 譬如說這個公 公位的天桿呢 是屬假 那之前呢 大家 我們有在影片裡面 教過大家找 有一顆心叫露存心 露存 有個叫露存心 然後呢 每一個天桿是不是會有個畫路 會有個畫路 會有個畫路 好 所以呢 如果說我的本命夫妻宮為假 那假的露存呢 假的露存 會在這個位子 這個 找露存的位子的部分 如果不清楚 可以去找我們的影片 那 如果說那個 假呢 假是連針畫路 如果說你的連針呢 譬如說你的連針 看法在這個位子 對 所以呢 你的本命夫妻宮走假 會造成 這邊有個露存 這邊有一個連針畫路 因為假的話 連針會畫路 好 那 這兩個位子呢 就會是你啊 比較好的桃花的位子 比較好的桃花的位子 好 那 這邊呢 這邊呢 這邊是東北方 這邊是西南方 好 那 斗數盤上面的方位 齁 這邊是東 然後這邊是西 然後這邊呢 是 這邊是那個 北 然後這邊是南 一直到這樣子 然後斜對角 就是東南東北西南西北 這樣子 好那你就會知道說 這邊是相對比較好的位子 相對比較好的位子 相對比較好的位子 好 那 有幾個做法 好先找到適合你的桃花位置之後呢 有幾個做法 好 第一呢 好第一呢 可以在那個 可以在你的居家環境裡面 然後找到相對應的位子之後呢 然後呢 嗯 最好 當然是房間在那邊 如果不行的話 可以在那邊擺上一個 顏色比較鮮豔的 然後要帶圓形 就是花或葉都要是圓形的 橫摘 橫摘 或是可以在那邊養缸 這樣子 那 可以增加一點自己桃花的緣分 那還有呢 還有就是啊 你在跟人家約會的時候啊 都盡可能的往這個方位的 不管是 要去吃了 要去喝 在我們餐廳 或是要約會的地方 都盡量往這個方位去找 會比較好 但是呢 這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就是說啊 你必須去看 這兩個公文你如果找出來了 那它是不是有煞劑在裡面 如果有煞劑在裡面 那這兩個公文不能用 那你會想說啊 老師 可是這樣子我不能用怎麼辦 沒關係 我們說本命之外呢 你還是可以掌握大蟹的福氣功 那一樣的公肝 大蟹有十年嘛 那大蟹如果都沒有呢 我們還有流年的福氣功 就是這個位置 產生出來的化露或是露存的那個位置 也就是你今年比較好的桃花方位 那這個呢 是可以讓你啊 增加你那個桃花緣分機會的一個小小的一個方法 那如果說是已經有了心目中喜歡的對象 已經有了心目中喜歡的對象 你不知道該怎麼跟他說 不知道可不可以跟他說 不知道什麼時候適合跟他說 這時候怎麼辦呢 我們也可以從董樹盤上面啊 來找到一個好的時間點 一個好的時間點 怎麼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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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之前啊 有跟各位啊 介紹過 介紹過 留月跟留日 有介紹過留月跟留日的算法 那 如果不清楚的 大家可以去看 留月跟留日的算法 要怎麼算 那 坊間有很多留月跟留日的算法 那我的方法應該是比較準的那一個 所以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找到你的留月跟留日 找到你的留月跟留日 好 譬如說我的留月命供在這邊 留月命供在這裡 好 那留月的福氣供就會在這邊 留月的福氣供就會在這邊 留月的福氣供就會在這邊 那留月的福氣供在這邊 好 那公位裡面要什麼呢 公位裡面要什麼呢 要畫柯 要畫柯的機會 對 畫柯 柯是一個名聲 柯是一個名聲 所以啊 看考試 然後看升官 然後看面試 基本上都是用畫柯 好 那個 你的福氣供畫柯 基本上你會覺得 欸 很有面子 然後很不錯 對不對 所以 告白身公文就覺得很有面子 很不錯 所以呢 看福氣供畫柯 好 看福氣供畫柯 好 那 幾個技巧 福氣供內啊 好 不可以有寡術星 什麼樣子寡術星 譬如說 天涼 譬如說 武曲 譬如說 天積 不要有這張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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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不要有煞奇 好 那 比較希望是有桃花星 桃花星哪幾個呢 貪婪啊 天童啊 天象啊 那個 太陰啊 這些 這些桃花星在裡面 然後 有畫柯在裡面 好 雙星的話 雙星的話 另外一顆 畫柯也OK 好 只要有一個是畫柯的狀況 就可以了 好 那 這個時候 你這個月 如果 去 去對你喜歡的人 跟他提出 要記錄了交往 就跟他告白 那成功的機率就會比較高 那 你可能會說 老師 可是我整個 十二月的夫妻公 都沒有畫柯的機會 怎麼辦 沒關係 你還有關路公可以選 因為啊 夫妻公的對面是關路公 對面是關路公 關路公呢 其實代表的是 你感情的狀態 在外面的表現 我們講過任何一個公位 的對公 都是他內心跟外在的表現 所以關路公也可以用 關路公也可以用 那最好的情況是什麼呢 最好的情況其實是啊 你如果可以找到說 夫妻公或者關路公有畫柯 然後呢 然後呢 你的命功或牽移功 有畫路或畫全 這樣子呢 就會是個完美的狀態 那畫路是什麼意思呢 你的運會還不錯 那畫全呢 你對人的溝通啊 會有比較大的掌握能力 那當然在那個時間點裡面 你彈出來的每一句話 都會是比較加分的 都是比較加分的 那如果可以 如果可以 最好在留月的裡面 再挑一個留日 有剛剛的現象 那內聽就是最完美的狀態 那這個時間點去告白 甚至再搭配上 我們剛剛教的方位 那就很容易會成功 當然 這中間要 這中間要 有個考量吧 譬如說 那個 你跟他之間啊 本來就要覺得 對方應該是還不錯的 為什麼 因為 老師我就在挑這個日子 就算挑這個日子 對啊 去跟郭學夫告白 他大概也不會理我 所以 這個部分還是要考量一下的 那希望呢 這個七月啊 大家都 或者是不只是七月 然後後面呢 如果有自己喜歡的 可以有一個好的姻緣 謝謝